这边零零9号火箭连连发射 那边星舰也是动作不断 看来马斯克的SpaceX真的要跑起来了 大家好 这里是土豁鼠炸机 最近SpaceX公司动作频频 几个小时前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奖那边 零零9号运载火箭刚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发射 将新的星链内星送入太空 他们今年已经成功发射了63次 这已经超过了他们去年全年61次的发射数量的总和 看来马斯克今年进行100次发射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德克萨斯州伯卡奇卡这边 星舰的工作也是紧锣密鼓 发射场坪铺设钢板 发射场进行喷水实验 6月进行了星舰飞船SN25的涡伦泵实验和静态点火实验 8月进行了超级重型助推器 B9的涡伦泵实验和两次静态点火实验 超级重型助推器静态点火实验后 马斯克立即发文说 已经在为第二次星舰的发射做准备了 9月5日参加第二次星舰发射的SN25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B9 在德州伯卡奇卡发射场的发射台上对接完毕 据SpaceX公司说 他们现在就在等FAA的批文 一旦FAA同意 他们可以立即进行星舰的第二次发射 但是SpaceX的动作并没有就此停止 9月7号新的星舰飞船SN26也转到了伯卡奇卡发射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SN26和即将进行第二次飞行的SN25 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位于屏幕左侧的是新的SN26飞船 而位于屏幕右侧的是 即将参加星舰的第二次飞行实验的SN25飞船 SN26没有此前星舰飞船常见的控制堕面和翼面 另外它也没有像此前的星舰飞船那样铺设防热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答案是两个飞船的用途是不同的 准备进行星舰的第二次飞行的SN25飞船的飞行目的 是由星舰的第二次飞行任务决定的 大家请看屏幕 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星舰第二次飞行的任务目标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星舰首飞的时候的任务目标 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星舰首飞的任务目标 它的目标是成功的从伯卡奇卡发射场发射升空 按照预定的计划在预定的高度实施助推器和飞船的分离 然后助推器返回地面落于墨西哥湾附近的海面 而星舰飞船则在近地轨道飞行一段距离 最终重返大气层 践落于太平洋附近的海面 以上就是星舰首飞时的任务目标 而由于首飞的失败 星舰的第二次飞行任务目标 应该和星舰首飞的任务目标 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因此SN25飞船是要重返大气层的 并且在大气层内飞行 所以它需要绝热瓦和控制堕面以及翼面 而SN26没有绝热瓦也没有控制堕面和翼面 这就说明SN26不会执行重返大气层的任务 既然SN26不会重返大气层 那么SN26会用来干什么呢 我主要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 第一点就是 我曾经在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 星舰飞船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它们就是游船 客运飞船和货运飞船 游船的作用主要是为其他的航天器补充燃料 客运飞船顾名思义 主要是运载成员进入太空 而货运飞船则主要的作用是发射卫星 或者其他的航天器 还有就是为国际空间站 补充各种各样的物资 其实游船也分两种类型 大家请看屏幕 位于屏幕上左侧的是普通的游船 而位于屏幕右侧的是被我称为太空加油站的游船 在这两种星舰飞船里 星舰游船运输燃料 网板于地面和太空加油站之间 为太空加油站补充燃料 而太空加油站则长期的停留在近地轨道 或者其他需要的轨道 为其他的航天器补充燃料 无需返回地面 因而没有绝热瓦和控制堕面 异面 这样看来 马斯克的整个太空交通系统的规划 是越来越完善了 我考虑的第二点呢 就是 NASA曾经与SpaceX公司签订过合同 由SpaceX来负责阿尔特密斯计划 也就是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艘载人 冬月器的研发 综合以上两点 我估计SN26飞船的用途很可能是以下两种 首先就是作为太空加油站的原型机 但是目前太空加油站的需求并不是十分紧迫 所以这个可能性不大 而更大的可能就是 这个SN26飞船 是未来载人月球着陆器的原型机 它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发射升空 飞向月球 并在那里进行月球着陆和升空实验 至于实验后 它是停留在月球轨道上 还是返回禁地轨道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 以马斯克这种将省钱进行到底的性格 说不定马斯克就会让他停在月球轨道上 等待着阿尔特密斯三任务的宇航员的到来了 不过老话说得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现在更期待着星舰的第二次发射的早日到来 并且取得成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赏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